从扶贫开拓了一个 均与草交叉的 新的科学研究 与产业发展的新的领域 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个不是我当时设计好了 我原来都农学 种的是水稻 小麦 高粱 玉米 马铃薯 后来我去种菇 维生物是新的嘛 我得重新学 这个草它又生态方面起的作用很大 那我又不是生态专家 我又是只能够老老实实当小学生 向大家学习 虽然现在都快八十岁了 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我们福建农学院 一直还没有毕业的老学生 一直还在学习 我是身在旧社会 目睹了我的父辈 这种方方不可忠欲的过日子 所以希望农民不要那么辛苦 日子过得好一点 因此我就报考大学的时候 所有的专业我就报个农学系 这为农民做事 为穷人做事这个想法 一直没变 我一直往前不后退 就好像下棋的时候 那个小竹子 只有往前的 没有退路 很多人问我 你这个动力哪里来 年纪这么大 应该是享受天灵之乐 我觉得这个比享受什么天灵之乐 还更高级的享受 因为能够让更多人 能享受天灵之乐 谢谢 谢谢林教授的回答 认清楚你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 我觉得你一定能从当中 找到无穷的乐趣和创造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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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